一千七百零二级 安妮会长 你所说的这些有能量的人 可能都恰恰都非常想要了 何家荣的命啊 好宁愿苦笑着摇摇头 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 中西医之间的对立是同样无法调和的 那些在米国有能量的人 绝对不可能因为安妮就对林语手下留情 安妮面容严肃坚定说道 必要的时候 我会以自己的生命保护盒 如果和无法活着回来 那我便陪她死 她的话铿锵有力 坚决万分 显然是下定了决心 要与林语同生共死了 听到一个弱女子竟然说出 这种气势不凡的铿锵之语 在场郝宁远赵中极力震生等人 皆是齐齐一惊 意外 安妮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要知道 安妮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在启示啊 安妮 你 林语神色一紧 想要劝安妮 不过她刚刚开口却被安妮打断 我是认真的和 你放心 如果我父亲他们想要伤害你 除非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好吧 佳蓉 既然你执意要去 那我也不能再过多地劝阻你了 不过 你可要保护好自己 安妮小姐 希望你多关照关照佳蓉 跟林语接触了这么久 好宁远知道 这个家伙非常的固执 非常有主见 所以 他见林语心意已决 知道再劝也是白费口车 只好答应下来 谢谢您 好部长 林语冲好宁远 感激一声 谢我做什么 是我该 好好的谢谢你 好宁远神色一正 接着面色陡然间严肃起来 往后退了一步 接着恭恭敬敬敬地 给林语鞠了一躬 同时说道 我替一众中医同事 感谢你 也替万千华夏同胞 感谢你 好部长 你 你这是做什么 你这 折杀我了 林语身子一紧 连忙 伸出手来扶着 好宁远的肩膀 将她的身子扶正 你担得起 我这一鞠躬 好宁远 冲林语白白手 眼眶都不由 有一些泛红 要知道 林语这可是 在拿自己的性命去赌 赌中医 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赌华夏民族 一个扬眉吐气的未来 所以 林语受得起这一功 随后 在好宁远的帮助下 航空公司给林语 腾出了几个座位 因为除了安妮 林语还打算带着 百人土 奎木朗等人过去 所以好宁远 便让航空公司 多给准备了几个座位 好宁远 看了一眼 手腕上的时间 冲林语提醒道 今天下午五点的飞机 提前一个半小时 去执机的话 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 才会出发 你正好可以 借着这个时间 回去跟江言 和家里人 道个别 我这就安排人 送你回去 不必了 林语轻轻地摇摇头 眼睛微微地眯起 眉宇间 涌起了一丝 复杂的心情 装出了一副 平淡的神色 不过是一次 短短的外出罢了 用不了几天 我就回来了 到时候 咱们再好好相聚就是 好部长 你记得 要替我跟家里 打个招呼 说南方有疫情 派我去控制疫情去了 有的时候 内心越是波涛汹涌 说出来的话 反倒特别平静 可是 家中 这 好宁远一时间 神色焦虑不已 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想说明 但是又怕不吉利 这次可能是短暂的外出 也同样可能是生离死别呀 真的不必了 好不着 林宇淡淡地笑了笑 摇了摇头 但是拳头却是骤然间紧紧握紧 心中针扎一般地疼 她不是不想和江炎 和母亲和老丈母娘 老丈人告个别 她是怕 她怕一旦见到江炎 见到他们 便瞬间丧失了这一切勇往无前的勇气 见林宇如此坚决 众人便再也没多做劝说 好宁远面色一伶 庄重说道 好 家柔 我好宁远 就在国内 安安心心地 等你回来 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然要跟上级上报 请我所有 也绝对要把他们米国 叫得天翻地覆 赵院长 您要的二十二位药材 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 这时 先前被赵忠吉喊去准备药材的医生 准备妥当跑回来 冲赵忠吉汇报道 李震生此时也恰好收拾地赶回来了 气喘吁吁地说道 杰儿 你要的药材 我都已经准备妥当 你们几点飞机啊 下午五点 那正好 咱们先回家吃个饭再走呗 刚才回医馆的时候 佳佳正好给我打电话说 她江颜阿姨做了东坡肉 然后我们中午回家一块吃饭呢 听到这话 林语心中一柔 泛起了些许酸涩 她微微摇摇头 厉大哥 你回去吃吧 我就不回去了 替我和颜姐说一声 就说 我出差了 一想到一家人 其乐融融吃饭的情形 林语更不敢回家了 因为很多人 并不是害怕本身死亡 而是惧怕失去 世间所拥有的一切美好 栗震生皱着眉头 她急忙劝说 先生 时间这不还早呢吗 大家一起吃个饭 你也好亲眼和他们道个别呀 让他们放心呢 立大哥 饭 我就不回家吃了 你立马给牛大哥 葵木朗打个照顾 让他们收拾一下行李 陪我去米国 先生 你多带两个人吧 碧月无参水员也一块带上 那保险一些 丽震生急声劝道 就两个人陪她一起去 她实在不放心 不了 人多了 反而容易引人注目 我不在国内这几天 你和布大哥帮我照看好 玫瑰和家里人 那我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春生秋满 碧月无参水员 留下来帮扶你们 哎 放心吧 先生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玫瑰小姐 和一家老小的 谁要是敢动他们 除非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丽震生昂着头 信誓旦旦的保证 众人听到这话 不由哄笑一片 因为刚才 安妮当着众人的面 也是这么担保的 丽震生见状 一时间 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挠了挠头 满脸茫然地 扫了众人一眼 等到百人途 魁木郎赶到之后 好宁远和赵忠吉 便陪着林雨他们 一起去吃个饭 随后便用专车 亲自陪着林雨 到了机场 上车的时候 林雨才看到 百人途和魁木郎 两个人还带着 两个沉重的大箱子 牛大哥 你们这箱子里面 装着什么呀 衣服 他搞不懂 两个大男人出趟国 为什么还带这么多东西 衣服什么的 他也都没有带呀 完全可以 到了国外再另行购买呀 刀和枪 什么 刀和枪 林雨闻声 诧异 他们这可是要坐飞机出国呀 百人途魁木郎 竟然带了刀和枪 本集结束了 拜